坚匀剔透的外表让人舍不得入口 元宵佳节 教大家做一碗甜滋滋的紫薯水晶汤圆 所需要的食材有 木薯粉 炼乳 紫薯 首先将紫薯放入锅中蒸 在木薯粉中放入少量热水 用硅胶铲轻轻搅拌 再次倒入少许热水 继续搅拌 将木薯粉搅拌至粘臭状 盖上湿毛巾静置 将蒸好的紫薯取出 去皮 将紫薯碾压成泥 将紫薯碾压成泥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把形好的木薯团搓成一个一个小团子 放置在盘中 将木薯团压成薄片 包裹住紫薯团 然后搓圆 搓完后放在盘中 锅中倒水煮沸 拌均匀 轻轻 轻轻放入搓好的汤圆 盖上锅盖 中火煮沸后 记得加一碗冷水 继续煮 汤圆浮起后关火 焖三分钟 老企煮好的紫薯水晶汤圆 圆滚滚的汤圆显得格外可爱 玲珑剔透的背表下 是富含纤维素的美味紫薯 一起做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圆 来迎接元宵姐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